對這個部分我倒是非常有信心 從8月以後美國的國務院主卿宣布之後 9月中旬美國的次卿Keith's Cry來台灣的時候 跟我們談的就已經奠立了非常好的基礎 我們在這個基礎之上跟美方密切的磋商 在本月的20號我們的代表團就會在華府 跟國務院所率領的團隊來進行密切的諮商 我們國內也有跨部門的團隊用線上的方式 跟美方進行諮商 我相信這個結果是我們國內跨黨派的 共同的這種戰術的這種做法 我相信這個也是在美國在不同政黨 他們也樂於看到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在經濟方面 能夠有更多的這個合作 非常有信心在20號協唱之後 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一定會有更穩固的這種機制性的 合作的這個基礎來往後來拉升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這個經濟的關係 我們對美國的這個民主機制應該是有信心 我們也對外做過說明上一次在立法院的質詢當中 我也曾經公開說過就是我們會用最恰當的這個方式 來向勝選的團隊表達我們的恭賀之意 那我們跟共和黨跟民主黨都保持非常的密切的關係 也都有非常好的這個友誼 所以不管美國的選舉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我相信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會在目前已經非常好的這個基礎上能夠持續的加強 對於這件事情我們也有對外正式的說明 我們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的這種做法 感到非常的不滿和遺憾 那我們也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我們的抗議 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權益 在全球各地已經有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這一次不管是在歐洲 在美國 在拉丁美洲 甚至是在非洲 一共有超過1700位的國會議員力挺台灣 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共識 我們相信在未來這段時間 我們會繼續的努力爭取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